到底有什么地图好玩的呢 呃 房主一哭就黑话 听这名字就知道很好玩 进去体验体验 怎么竟然就被困在里面 这里还有个牌子 原来哭就可以获得黑话效果 以前还可以把人打狗带 没人可以给我打 也只能先尝试哭了 原来黑话还可以出来 而且这黑话特效也太帅了吧 前面还有一只小牛 用它试试一拳狗带的威力 哇塞 直接狗带了 有了 臭姐姐昨天把我的歌词拉雕像烧了 有了这个黑话效果 就能好好救星下姐姐了 不过要用什么借口骗姐姐进来呢 所有招数都用过了 看来今天只能使用手足带透剂了 姐姐一旦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就会进来的 到时候就 嘿嘿 等了这么久姐姐怎么还没进来啊 算了还是先睡一会吧 有什么地图好玩的呢 诶 房主一顾就黑话 小弟怎么老是玩这些奇奇怪怪的地图啊 不过自己知彼才能不被小老弟碰到 去看看小弟被黑化成什么样了 免得到时候我真不出他 诶 没有被黑话呀 小弟怎么把自己困在里面睡觉啊 不会是准备什么陷阱来把我小某人困住吧 我可要小心点种 小弟小弟你在玩什么啊 怎么家里有床不睡跑到这里睡觉 睡睡睡好像听到姐姐的声音 姐姐姐你终于进来了我可是等了你好久好久 等我你等我干嘛我又想坑我吧 这次我想我的学聪明了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信 就不信你看你还有什么办法坑我 哈哈这是你信不信中没关系的 当你进来的时候已经上单了 看我的大便活人 诶小弟呢 怎么眨个眼睛不见人意了 此地不宜久留快留快留 姐你想跑去哪呢还没变玩呢 接下还有个大便活人最高境界 大便活人最高境界打烟带走 搞定收工 好运啊 只记得小弟把我骗进房子还把我打晕了 这里又是哪里啊 四周都是钻石块 可是门被锁住了不能出去啊 姐你行了 我特地为你准备的钻石房住的可还舒服 这房子我可是准备了好久 臭小弟你想干什么快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也可以 不过让我玩完之后才能放你 还有这件钻石房可不是简单的钻石房 它一共有两个功能 首先是莱射机关 好疼啊疼啊疼啊 小弟快关掉 先些马上就关掉 刚刚只是最简单的功能 最后一个是为你量身定中的 姐姐你猜猜是什么 小弟快一出手 不然姐姐要搬救兵了 臭姐姐还想搬救兵 我才不给你机会呢 大便拿起 呜 臭死了快留快留 不然人家解决出来我可就死定了 你的关注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哦 点个关注再走呗 拜拜